然後接下來我們就講regression 那regression 部分就這樣子 我們regression 一開始先講的是 who predictor 而不是 one predictor 一個變相 對不對 一個變相預測一個 outcome 這是你自己學過的 是吧 他記得吧 好 out need 在一個變相預測一個 outcome 的時候 請問他給你的 information 跟 correlation 給你的 information 完全一副一樣 怎麼樣 基本上要緊張 因為假設你真的要 用皮模式 最簡單的模式就是找這個樣子 x 跟 y 是不是 我用 x 跟 y 這是我的運測力 那他同時也是 correlation 的 r squared 他同時也是 regression 的 multiple r squared 對不對 s r squared 然後當我在做 b 的時候 我也是針對這個地方做考驗 所以我的 s r squared 會等於 r squared 會等於 r squared 會等於 r squared 是吧 然後當你看到 beta 的時候 他會等於 r squared 因為兩個就標準化 對不對 對 就是在 single predict 的時候 就是兩個一樣 所以 當你只有一個 predict 的時候 你其實使用 regression 或是你使用 correlation 但是你不只能跟你告訴你 那你想要知道這個 a 跟 b 的關係 或是 a 的倍率設 b 他其實不管你用 correlation 或是乘乘乘 他比較多什麼問題 他給你資訊的什麼樣子 所以有的時候你說 a 要 a 預測 b 一般用乘乘的兩種 我們都有乘乘 但是如果有 correlation 我們也不會這麼做 他的資訊是很稚的 可以嗎 那只是一般說 correlation 正常情況下 我們認為它是不關聯性 他為什麼不關聯性 x 跟 y 是這樣的 你會看到它是雙戒頭 但是如果它是綠客人 你會選擇這個單戒頭 這只是一些生活的差異 但是就統計的數字上 統計的方法上來說 他並沒有狀的問題 一般呢 如果是身高跟體重 你會怎麼樣 你會想要 嗎 生高跟體重 那如果是 只好一個成績跟大學成績 你有什麼想要 那如果是 只好一個成績跟大學成績 你有什麼想要 我认为他这个其实没有太大的英国关系 就是水扣水 水造成水 没有时间上的差异 没有说一定能 不是他不再把英国关系 他是implied 暗示可能有英国关系的时候 这个其实会比较深 但是当我是抢 没有可能有英国关系 或者我是有时间上的差异的时候 一方会使用的差异 但没有一定 就是说正常情况之下 他们两句通文 只是我们这些特例的课程都没学习 对不对 因为你像我不可能 我很难用大学的表现 来与说我高中指导的神机 这样子干嘛 或者是大学预测他没有什么东西 是不是 两个肯定是合长的一样 我面对错了 我面对错了 是吧 那我刚才说这些东西就不成立了 这些东西就不是了 在两个以上的click 这些东西就不会成立 所以当我使用两个以上click的时候 请问一下 我会有哪一些information从无关系出来 能过跑无关系 DOC R2 R2 R2在哪里 R2什么意思 R3什么意思 整體模式 整體模式的部分就是 S1 S2 一起的預測 所以 藍色的部分 別帶寫沒有錯 還有你自己獨特的地方 A B 這樣都有 這是我的R2 真的有R2 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東西可以告訴說 這R2有寫得住 整體模式有沒有設定 它是哪一個 這個Nobate 我留在 你會帶你R2 記得嗎 整體模式你的R2 所以你跑完之後會告訴你 你R2是多少 那你整體模式有沒有寫得住 就是靠出整塊藍色的地方 至於Y封城 這是第一個部分 然後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 接下來就是 cohibition 系數 回歸系數 對不對 回歸系數 B β T P 還記得嗎 請問它是什麼意思 它會針對哪裡最好 你所謂回歸系數有沒有效果 比如說 X1已經預測力 它會看到 ABC A 所以你回歸系數的不算 OK 所以你回歸系數的不算 X1我不是在這邊 AX2就是在B 所以表示什麼意思 對不起 X2在C B是Overlap C S1 S1在AX2在C 什麼意思 當你在做這個predictor 有沒有綠色力的時候 你真正是它的 unique variables 講到獨特的 連合列 獨特的解釋量 排除掉它跟其他predictor 有關聯的部分 它自己可以解釋的量 好 我先用最簡單的 我用那個runt 跟sd 跟sd 就是高中的成績盤 跟 大學入學考試的成績 來預測到大學的表現 這樣可以嗎 這兩個預測它 最簡單的模式 兩顆predictor 所以我現在是 這個 dependent variable 這兩個是 dependent variable 有沒有 沒有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r2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r r2 就是r2 anovacadro proefficient 最簡單是三個 講到它有要求其他東西 c開始我們講的 對不對 所以 r2 整體模式 所以這裡 點意思 請問你 有沒有JUSTY 阿斯科爾 會不會有阿斯科爾才在哪裡 來 你的賴 阿斯科爾一般都賴 JUSTY 阿斯科爾 為什麼 因為JUSTY 阿斯科爾做 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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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懲罰 懲罰 所以你如果是一個多的時候 他的懲罰性 就會變強 那一般一個兩個三個 其實他的懲罰會沒有很大支難好 所以記得 JUSTY 阿斯科爾 他是校正 校正 教正你的要素 跟你的predictor的速度 也太公式 你應該再查一下 真的有興趣嗎 好 很多班都給我剛剛講的 對不對 整體來說 我適合於特例 F值 Deport Freedom P值 Deport Freedom 可以啦 最後 下來這裡 各個變相有沒有規則 是不是 還是要看 Moverex的地方 各自本身有沒有獨特的規則效果 可以嗎 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講完這個 我們可以講說 但是啊 當我們有多個以上的predictor的時候 我們的關聯性 就會有一些改變 然後我們說 你有過牌的creation 我們勾著 part and partial relation 還記得嗎 為什麼勾搭 勾搭會怎麼樣 我幫你們問一下 全部都不可以說 我們就用這三個 你們記得這三個 Zero Holder最簡單看成誰一樣 Zero Holder 停止 什麼意思 你們就很沒用 然後呢 接著